大概没有人不曾问过自己 爱到底是什么 它好像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 也可以是最复杂难懂的字眼 让人一直追问下去 如果爱有真谛 谁会知道它的答案 我想那些歌里唱的 书里写的 大概都不能算数 因为爱 不是一个坚硬的概念 而是流动的感受 本节目是由高级定制 传世翡翠的翡月会特约播出 今天很开心请到杏儿 来我们对照机 跟我们聊聊天 我很如性 谢谢你 因为我看了演员请就位 你的演出我每一次都看 你可以演得这么好 你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 你会演戏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会演戏 但是如果说享受的话 我觉得肯定还是会在 TVB那段时间 就是自己拍完一场戏 完成得很完美 对白说得好 然后节奏很对的时候 我自己会很开心 心脏要崩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 哇这个真的是很爽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是天生的演员 你觉得你是 我不敢说 我觉得其实 很多人都能够做演员 不是哦 不是吗 我觉得演员还是要有天赋 当然通过你后天的努力 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很伟大的演员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先天的条件 就你具备先天的条件 然后再加上你的努力 那你肯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演员 那你平常都会观察身边的一些人啊 是啊 会的 很敏感对这些东西 其实我自己算是一个挺感性的人吧 就是我能够把这些环境的感觉 感受啊 给到自己一些刺激 就能够幻想自己真的是那个人物 所以入戏就会比较快 而且我觉得也是以前 在公司的一个训练嘛 因为你要很快很快 在短时间里面入戏 所以无限其实是蛮好的一个摇篮 非常好 它给我们很多演出的机会 那个训练对 当时嘉玲姐你的那个拍摄的环境是怎么样 像不像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那个时候还很年轻了 每个人大概都是十七八岁 然后毕业出来就不停地拍 不停地拍 其实也没有学到很多真正的演绎的那些知识 就完全是靠在无限的那些训练 TVB是你第一份工吗 就是你读书的时候 你很清楚自己很喜欢演戏 也不是 命运的安排也是挺特别的 我绝对不是说从小就 幻想自己是一个演员 明星完全没有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刚刚就在TVB隔壁的那个大学 就是科技大学 我上了大学一年级 当时有一个同学 是我的室友 突然间有一天就跟我说 我希望去参加港节 你能不能陪我 都是这样的故事 对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 我就很惊讶 其实我没想过她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她也算是挺乖的那种女生 然后当时我是有在学校 就Drama Club 玩玩而已的那种 但我觉得演戏也挺好玩的 起码我是不太害羞的 我完全不是说那种 你还是有那种表演的欲望的 对 我也是挺享受的 对 我也是挺享受的 仅此而已 你比我小很多啊 没有 四十多岁的女演员 你觉得会有一些所谓的危机感吗 一定会 这肯定是一个我必须要面对的状况 对 我觉得我已经在面对了 我其实是很 你很坦诚的去接受 很坦诚 很接受 我觉得只要我是喜欢演戏 我热爱这个工作 我不应该说是去想太多 其他那些一个演员不应该想的东西 比如说我是不是主角 我其实从《演员请求位》这个节目也学到很多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演员 我什么角色我都应该能演 我看你演《亲爱的》里面 真是完全颠覆了 这么美的一个形象 就你是可以接受的 我完全接受 我那时候蒸肥了嘛 都已经蒸过肥了 对的 对的 他已经为角色牺牲过 你看看我女儿多有浮腺啊 那个男人死了你 一辈的好名 你那个时候蒸了多少磅啊 我蒸了四十多磅 跟你怀孕差不多 怀孕是这里大 但是我当时是整个人都像穿了一件戏服吧 就那种肥的那种 当时那个梁家树先生 他是我的伯乐 他当时就跟我说 先生 没事 是 就蒸二十磅就好了 然后我蒸完二十磅 我回去跟Tommy 你看看我蒸了二十磅 你看到我胖了吗 没看出来 然后结果是要蒸到四十多磅 到一百五十多磅 因为我高啊 所以胖二十磅 其实是没有感觉 看不出来 你会不会担心剪不回来呢 我不担心剪不回来 蒸肥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蒸肥反而是痛苦的 减肥对你来说很简单 哇 这个真的是凡尔赛吗 不是 因为其实蒸肥跟减肥一样 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关口 你要过的 减肥不让你吃 你就越想吃 对 蒸肥是你一定要吃 但你吃不下了 你就不想吃了 我当时是不喝水 喝全脂牛奶 然后呢 雪糕啊 方便面啊 那些什么都吃 就隔两三个小时就吃一顿 这样子 有没有试过吃到吐 倒没有吃到吐 但是看到就想吐 哇 我太佩服你了 然后你再多长的一段时间 两个多月吧 就剪回来了 剪是差不多两个月 真是因为头一个月的时候 因为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的成绩嘛 就不能先曝光嘛 我就在家里 躲起来 躲起来 就每天都是吃喝水 就养猪一样 这样子 我还记得我有一天 我的助理来找我 就我也差不多一个月没看见他 然后他 哇 你这发生什么事情 他吓到了 所以你付出的 你是会得到回报的 因为我也是 我爱上演戏之后 尤其是我在演舞台剧的时候 整场戏演下来 得到观众很大的肯定 然后自己好像你说的 哇 我演了一场非常完美的 零瑕疵的一场戏 就你感觉是 非常的兴奋 很有满足感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会非常的敬畏 跟尊重我自己的职业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会啊 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 对的 对的 我们 希望我们可以找一个故事 可以我们两个人来演一下 你会一直演下去 我希望可以啊 像丽莎姐 对对对 她很有追求对于自己 无论在她的打扮呀 或者是她的工作呀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值得 我去学习的一个前辈 那像嘉玲姐 我肯定你也不是因为赚钱 对 去继续你这个工作 对 现在还这么努力去工作 你追求的是什么呢 我追求的是一种快乐 跟满足感 对我来说 我既然找了一份 我自己很喜欢的工作 我一定要努力地把它做好 当然在这个中间 你会遇到很多挫败 考验 也有很多享受 我要try my best 一定要把它做好 而且我在我的工作当中 确实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然后也确实收获很大的 我很感恩的 当然你不停地努力 还是很有关系的 我相信你也是啊 你看你两个月之后 你已经把自己恢复到 差不多原来的体重了 真的很了不起 我还要继续努力 还要继续努力 你现在身份也坏了 结婚了 生小孩 当妈妈了 你感觉跟以前 有什么心态上的一些不一样吗 我觉得是挺不一样的 现在的我 我觉得是踏实很多 整个人是很稳的 比以前平静 很平静内心 当然也有紧张 或者是有一些时候 还是会顾虑啊 焦虑的感觉 这个焦虑来自哪里呢 来自你不知道怎么样 分配你的时间 我尽力而为 我觉得每一次别人问我 你是怎么去平衡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 每一次我都是说 我其实是不容易 我只能够经历而为 尽力而为 像这一次我其实 才生了孩子两个多月 对啊 你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 还差一点点 还差一点点 但是你说我要把小儿子 留在家里 然后带着第二个儿子过来 起码还有一个 在身边 可以抱抱 可以看看 是 但是还是心里面 是会有很多不舍 对 然后 一些牵挂 牵挂啊 不放心啊 等等 你老公能够理解吗 我老公真的是一个 101分的老公 真的啊 你给他分数这么高啊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公 因为他不单是支持我的工作 他还会鼓励我 其实这一次我本来 也不希望这么早回来 因为这样就把孩子放下来 好像不太好吧 我还是希望可以 再照顾他一点啊 因为去年我参加了那个节目 他知道我就拿到很好的成绩 但是因为也没想到 会拿到那个冠军 当时我其实是怀着运气 上那个节目的 哇 是 你胆子还蛮大的 其实因为我算过这个时间 就是我到最后 就算比赛结束了以后 其实我的肚子 应该还不会显得很明显 那个时候几个月了 四个多月 其实也应该有反应了 一开始是有反应 但是还好了 我的那个晕吐啊什么 都不是很厉害 可能也因为我有过两次的经验 第三次我就觉得 我应该OK这样子 所以我老公他也说 你这个年龄了 既然你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我觉得你应该继续去 追求你的梦想 就是他完全了解你 他完全了解 他也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机会就走了 对 你说你希望再待几年才回去 你不知道 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感觉你现在的生活 是被爱包围着 真的是有这个感觉 我特别感恩 就是遇到这个老公 可以说是很幸运吧 因为有时候你要找 也不一定找得到 是的 是缘分吧 我觉得 在婚姻的生活里面 是需要两个人来维护的吗 我相信他对你非常了解 他也非常的心疼你 那在你这个部分 你为他做了一些什么 我真的有点惭愧 其实我觉得我老公为我做的 比我为他做的多 跟一个艺人在一起 别说结婚了 我觉得派脱已经是很难的 要面对很多舆论的压力 等等 好了 到结婚了 以后别人会拿你们两个比较 你老婆为什么要出来工作 你是不是赚不够钱给她 这些都是很负面的一些事情 这些对她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这种想法 其实你已经在心疼她了 你已经在顾全她的一些想法 是必须要顾全的 因为她是我爱的人 我当然不希望她不开心 因为她是我老公 所以我觉得她为我的牺牲 是比我为她的更大 而且在平时生活当中 可能因为我是艺人 也因为我是那个女人 我们经常会被一些情绪 或者是环境影响到 会不开心 或者是会焦虑 或者是担心 但是她就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她会替我分析一些事情 而且她也比我年长 她会给 给你很好的意见 很通透 对 其实我在我老公身上学到 很多这些道理 因为她都会跟我说 孩子是孩子 但是我们不能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你永远是我的第一位 哦 so sweet 她真的是真的跟我说 她经常跟你说甜言蜜语吗 也不是说甜言蜜语 我觉得是一些道理 但是很甜的道理 如果说人生有没有遗憾 我会觉得我认识我老公太晚了 这也是一种遗憾 对不对 因为我是三十七八岁才生了第一个孩子 她当时就四十四四十三了 我觉得时间不够用 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当然这个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是回不去的 对 最老土的还是那一句 就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对 就是很老土 但是确实是很重要 就你以前可能你的眼泪都流光了 所以现在要给你一些蜜糖来 回馈你一下 我也不知道 其实可能女生在每一个年龄段的时候 你经历过一些事情 你肯定是有一些 对你的人生是有一些帮助 也许我们不需要去相信 那些别人口中的真谛 因为每个人都有爱的能力 也因为爱和这个世间 所有美好的一样 刻在内心最深处 非得要我们亲自去感受 才能拥有 向往着 执着着 成长着 爱总是有这样的力量 能让人对它一边疑惑不解 一边坚信不疑 我相信这一定不会是我和杏儿 最后一次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们会在对爱的追问里 接近那个最好的自己 斐约会赋予于翡翠全新的生命力和灵性 斐约会以多年的翡翠收藏经验 严格选控每一块翡翠原料的品质 拥有国内顶级的翡翠设计 雕刻团队 让每一件翡翠除了拥有极高的装饰性 欣赏性 还有独特的收藏传承价值 翡翠会 你的私人翡翠管家 上微博搜索刘嘉玲对照记 参与更多话题讨论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载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